10 9 8 7 6 哈囉 各位五七怪奇物語的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的時間好 我是雨昕 今天雨昕呢又要來我們這個怪奇物語的YouTube頻道 來跟大家聊聊外星話題喔 那當然之後我們不只會講外星話題 也會講到一些可能關於各個國家 一些古文明的黑科技啦 或者是這種其他國家很多小鎮的這種奇案啊 很多很多不可思議這個世界上任何不可思議的話題 都可以在我們五七怪奇物語的YouTube頻道來看到 現在有沒有人已經陸陸續續加入了我們的直播啦 哈囉哈囉 各位線上的朋友們 我們剛剛直播還沒開始喔 這個Acy就留言說好期待喔 真的 雨昕很期待每一次要在線上 來跟各位網友們聊聊這種很特別不可思議的 各個新聞事件喔 各個這種很神秘很特別的照片啦 或者是畫面 那今天呢 好 我們要聊的是兩大主題 都跟外星有關 都跟外星人有關 一開始呢 雨昕講的第一個 我們會把重點放在南極 這是有前美國的海軍這個工程師喔 他自己出來寫了一封很神秘的信件 給了一個專門在調查UFO神秘事件的這個記者 寫了一封mail給他爆料出來的 關於在南極是不是藏有外星基地呢 好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主題 那再來第二個呢 雨昕要跟大家講到 其實呢 我們常講外星人外星人 真的有外星基地嗎 真的有外星人嗎 等一下在後面第二個主題我要跟你講到 有照片 影片 還真的拍到在麥阿密 很多人走來走去逛街的這個購物中心 竟然真的有外星人出沒 是不是很想聽 來刷一排留言告訴我 好 我看到史都比也加入我們了 哈囉哈囉 好 現在線上已經有越來越多朋友加入了 那我現在呢 開始帶大家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先從我旁邊這一張照片喔 開始來看 我剛剛說我們今天要先講到南極嘛 對不對 好 先來看到這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呢 我當時來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到 我想說 欸 這什麼東西啊 來 朋友們 你看到這個 這是在南極喔 然後呢 就有那種算是網路上會有一些 很厲害的那種算是UFO獵人嘛 他們就會在網路上可能Google啊 地圖啊 各種東西 他就深入去看 放大放大再放大 出現了這個畫面 那我當時看到 欸 這是在南極耶 那這看起來就很像是可能一片這個白雪 一片冰雪融化之後呢 特別露出了這個金屬狀的 很像圓盤的東西 哇 一看到大家開始在猜啊 這到底是什麼啊 因為南極給大家的感覺一直以來都是很神秘 很多人說南極是不是有特別的磁場啊 是不是外星人在這邊真的有存在的痕跡呢 一看到這個 當然網路上看到這張照片 哇 很多這個UFO研究者 大家開始在討論啊 那很多人一看到就覺得說 欸 拜託 這肯定就是啊 因為你看它露出 雖然我們只有看到這半個圓盤 那另外在這個丘陵的這個洞穴裡面 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存在一個完整的UFO呢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南極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南極是沒有人住的地方 在這邊只有一些科考站而已 那被拍到了這樣的畫面 大家想說 欸 這個是不是就是UFO 出現在南極 然後甚至在白雪融化之後 哇 這個畫面再也藏不住了 因為已經曝光了 好 這是今天的第一張在南極的 有沒有可能真的是UFO出現的照片呢 好 網路上很多人就覺得說這肯定是 再來第二張照片喔 這個呢 這是從空中這樣往下去看 有人一看到就覺得這太怪了吧 這是什麼樣的痕跡啊 對不對 你看這邊它就是一道痕跡這樣子 感覺上很像是一個不明物體移動過去吧 那會是什麼呢 因為在南極是沒有人住的耶 南極只有一些科考站 那可能有一些科學家他們在這邊有一些研究 那當然有發生一些很特別的故事 等一下來跟大家講 不過回到這一張照片喔 這個移動的痕跡 就在這個白雪上面流下了 那這會是什麼呢 好 各位網友我們現在線上一起來猜猜看 一起來看 喔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加入囉 好 有人說 這個網友說我就是外星人我露出了 好 我們認真來看 你看這個痕跡 這個在南極 如果你說在平常我們在一般的路面上 正常的路面上 你那種可能土啊 或者是這種朝地來 這種痕跡壓過 好 或許有可能吧 可是這是在南極耶 正常來講南極是不會有人的對不對 那這個痕跡是什麼呢 好 這個真的就是難以解釋嘛 有人就來講說是不是 有這種神秘的物體 或者是不明的物體在這邊走過去 留下的痕跡 開過去留下的痕跡呢 一樣又打上了一個問號 那再來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我也覺得很神秘 因為我那時候一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像是 我們平常畫畫有時候會畫人嘛 一個頭有沒有 然後下面一根 然後它的手啊 跟它的腳你看 頭啊 手啊 腳啊 結果我發現 欸 結果我這 抱著這種很奇怪的想法 因為人家 有一些其他那種網路上在研究這種 UFO的那種獵人 他們一看就覺得說 這個 可不是什麼這種 人的這種很奇怪的圖案勒 這個感覺上也是一個很不明的物體 神秘的物體 這樣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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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壓過的痕跡 然後呢 在這旁邊還有一個洞喔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個洞咧 那這個痕跡 這到底又是要幹嘛的 這真的太奇怪了 而且你看在旁邊還有一些印子 所以呢 有人綜合了這個照片 還有綜合了其他網路上很多在南極的一些照片 有人就覺得說 南極是不是其實存在一個很神秘的中心 或者有人還給他一個名稱 有人說是不是UFO 交通管制中心 我一看到這個我想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可能 因為在南極你根本不會有 就是不會有人出現嘛 所以如果外星人 他們要在地球上面 真的要找一個據點的話 你說南極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外星人 他們鎖定的一個目標 鎖定的一個地點呢 好那當然 除了我們剛前面看的那三張很神秘 很特別的照片之外 我接下來要特別進入到 算是我今天故事的主題了 剛剛前面喔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看一下照片而已 來 線上的網友有沒有什麼要發問的 歡迎一起來留言 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看到好多網友留言了 嗨 大家大家下午的時間好 現在是不是 大家在下午茶還是上班 來聽一下語心聊外星人 好我們回到這張照片喔 這張照片呢 來 來 我特別講一個人 就是這一位 蹲在最前排 戴著墨鏡的這一位先生 他 畫名叫做布萊恩 因為你知道要講出這種很機密的事情 他們可不能把自己的名字是完全洩漏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 好 所以這一位呢 好他拿出了照片就是要證明喔 他真的曾經擔任過這個美國的前海軍工程師 就是這樣的一份工作 那當時呢 這個布萊恩他就特別寫了一封 很神秘的mail 給一位記者 就是我剛剛在我們直播一開始有講到 有一個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很知名的UFO調查的記者 他叫做琳達 那整個事情就從琳達收到了這一封 來自布萊恩的爆料信件開始 這個布萊恩呢 他曾經在南極工作過 那他在南極他是做什麼 他是在南極發展空軍中隊 在這邊就是在執行一些很神秘的任務 那他說他從1983年開始一直到1997年 他就一直在南極進行一些很特殊的神秘的任務 可能是一些物資的運送啦 可能是一些救援的任務啦 那他為什麼要寫這封信出來爆料呢 我覺得他可能覺得說 哇他看到太多太多很難以解釋 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平常我們這種工作是不可能會堵住的事 他在南極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遇到了 那他就寫這封信給這個琳達這個記者 他就說他決定要把這些事情通通給他講出來 他曾經遇到多少看到什麼很神秘的東西啦 發現多少不能被發現的秘密啦 他要透過他的這個神秘的郵件爆料出來 那當然要爆料這種東西 他就特別跟這個UFO調查記者講 他就跟這個琳達講說 但是我希望你跟大家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你要說我就是布萊恩 因為他的名字他是不可能透露的 那這個布萊恩呢 他我剛講他說他在1983年到1997年的時候 他就在南極執行一些很神秘的任務嘛 他說呢他是開這個 這個C13洞 好就開這個 這個飛機 開這個酸池真金馬飛機 好然後他也特別提出了 拿出了這個照片來佐證 他可不是隨便亂講的 他是真的真的在南極 有執行過一些神秘任務的 那他在這邊工作的時候呢 我剛講了嘛 他有時候可能是一些緊急的救援啦 或者是一些物資的運送啦 所以他會出現在南極 他會開著這個 開著這個飛機然後出現在南極 那有曾經有幾次喔 他就是跟他的一些機組人員 跟他的其他同事 他們可能在運送的過程當中 欸發現蠻奇怪的 怎麼會有這種亮亮的東西在閃爍 可能餘光就看到了 那一開始想說會不會是這個反光啊 還是什麼光線折射的痕跡啊 一些效果啊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欸 他曾經看過好幾次看到 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兩個三個 好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失憶畫面啦 因為他當時他是不可能拍下來的 不過我找到這個失憶畫面喔 他說他曾經看到 銀色的不明飛行物 而且呢感覺上是就是聚集在一起 可能三個好就是一群 然後同時好像聽到什麼指令一樣 同時從這個地方往那個地方移動 又同時從這個山峰往這個山峰移動 這樣移動來移動去 移動來移動去 那這他看到的到底會是什麼呢 好大家先記住 這是算是一個疑點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那尤其有這些不明飛行物就在山脈的這個中間啊 這樣子移動來移動去移動來移動去 他就覺得很好奇啊 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第一個怪的地方 他看到的是什麼 會不會就是我們傳說中的UFO呢 銀色的圓圓的不明飛行物 然後可以很快速很有規律的集體這樣子行動 好像有人發指令給他們 那除了看到這個之外呢 他還有被告知一個東西 這是今天我就算是第二個很大很大的疑點 也不是疑點 很大很大的關鍵好了 他說呢 他們在這邊工作 因為很神秘嘛 南極很神秘 他們在就是有很多科考站啊 進行一些很神秘 不能被外界 不能被我們這種一般人發現的任務 那他說呢 在南極這邊有一個科考站 有一個空氣採樣站 那在空氣採樣站的這邊呢 他們被列為是一個進飛區 也就是說呢 不管你要怎麼走啦 你可能走這邊很近 但是呢 進飛區在這裡 你不行 你就是一定要繞過去 你不可以經過這邊哦 絕對絕對不行 經過這個進飛區 因為這邊有空氣採樣站 那給大家的說法 就是說 這個空氣採樣站呢 你飛機過去的話 那不就是會污染到 這個空氣採樣站的空氣嗎 所以啊 千交代萬交代 任何呢 科考站這邊的人啊 或者是任何軍人呢 絕對絕對 不能經過這個進飛區 好啦 大家一聽覺得合理嘛 這進飛區 我們的飛機經過 這個空氣會污染到 空氣採樣站 很合理 這個對外說法很合理對不對 但是呢 你覺得很合理的背後 它真的合理嗎 有沒有人覺得這個進飛區 其實藏了什麼秘密 我看看有沒有人會猜中好不好 好我來看 有人說南極很適合躲外星人 你越聽你會發現 真的是越神秘 今天這場直播你真的是聽對了 各位觀眾 你真的是來對了 好我繼續講哦 我剛剛講到這個空氣採樣站對不對 這個進飛區對不對 有一次呢 好這個布萊恩他們碰到了一個比較算是比較緊急的狀況 他們有同仁 有一個工作人員受重傷了 那受重傷了 他們要從這個麥克莫多站就是一個科考站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科考站去 可是呢 因為趕快這時候救人要緊嘛 那最近的航程他們要這樣飛 可是呢 因為算到那個飛機的那個燃油啊 可能不就是中途他們必須要找一個地方停下來加油 才可以再前往下一次的飛行 不然這是這個以他們的這個行程啊 油量來講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呢 他們就運算過了之後 那可以去哪邊加油呢 剛好就是我剛講的那個進飛區那個空氣採樣站 那邊可以去稍微去那個科考站那邊停下來加油一下 再把人送過去 不然不可能到一半沒有油嗎 那怎麼運作呢 那是不可能的 好所以呢 他們的當下的路線喔 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救人要緊第一啊 這是緊急任務啊 根本就來不及去回報嘛 所以呢 當時他們好就直接出發 因為為了要節省時間 他們決定呢 當下只能穿過這個進飛區 然後要去前往那個 要把人送到的那個目的地對不對 可是呢 就在他們 飛機一接近這個進飛區的時候 兩件怪事發生了 第一件事情 他們發現呢 他們的這個導航好像就被干擾了一樣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喔 為什麼一經過這個進飛區的時候 發生了這樣的狀況呢 如果 真的只是像當時他們 接到指令的說法說 只是因為你們飛機經過這邊喔 這會影響到空氣採樣喔 那為什麼他們訊號會被干擾呢 再來第二個 哇馬上接到這個 電台的這個指揮中心發來訊息說 你們必須要趕快改變你們的路線 這邊是不能飛絕對不行的 但是根本來不及啦 因為他們救人要緊嘛 好就穿過去了 那據說呢 他們穿過去的時候 訊號很奇怪對不對 我剛講了嘛 他們的這個導航啊 好像被干擾了一樣 這個時候呢 有人往窗外一看 看點什麼啊 往下一看 欸 不是說 這邊有一個空氣採樣站嗎 不是耶 他們看到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黑洞 那據說這個洞呢 這個不然當時在 受訪的時候 在接受這個Linda 這個算是電話採訪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 這個洞多大你知道嗎 大概有一個足球場這麼大 然後呢 他們看起來 他們的那個飛機 感覺上是可以直接開進去的 洞口這麼大 那你當時對外說呢 是說喔 這邊喔 其實就是一個進飛區 不能飛 但是他們卻看到了這麼大的洞 不合理吧 而且呢 他們還看到說 好像有車 就是 好像有車子會這樣開過去一樣 開到那個那個洞口去 那不是也很怪嗎 你說我飛機不行經過這邊啊 你的這個飛機 這個廢氣會污染到這個空氣採樣站 那他們看到的 又該如何解釋 所以 種種來講 他們覺得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好 但是沒有辦法 救人第一 然後他們也已經 穿越了 飛過這個進飛區了嗎 後來呢 一到了這個目的地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人 都說 都被叫到一個很神秘的辦公室去 就他們通通在這邊等 然後呢 這個時候 來了一群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可能是那種很高級很上層的人吧 一進來就跟他們講說 好 我知道你們都看到了 但是我希望你們什麼都沒有看到 而且你們 什麼都不能討論 你再回想我前面講的哦 他們常常看到 銀色的不明飛行物 還有那個進飛區 你說是空氣採樣站 但是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大大的黑洞 再到第三點 為什麼被下令說不能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沒什麼的話 為什麼他們不能討論呢 就綜合這三點 這三個很關鍵的點看起來 他們就覺得說 會不會其實是這種政府的工作人員 他們可能跟外星人在地下 建立了一個秘密基地呢 為什麼會想到外星人 就是因為 不明飛行物嗎 他們不是有看到不明飛行物嗎 好 再來這個照片 就是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的太頭 我忘記給大家看照片 他們往下看 竟然看到了 有這個很大很大的洞對不對 但是這張照片不是那個洞 這張照片是有其他的這個網友 他們就看到這種相關的 南極是不是常有什麼外星基地呢 他們就去網路上去可能Google 放大放大再放大吧 我不曉得 反正他們就發現 在南極其實有很多很多 這種很大的洞口 很大的黑洞的存在 那當然除了這種可能科考戰之外 為什麼會有這種黑洞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能讓大家知道的 神秘大洞 神秘巨洞呢 好當然大家自己心裡應該已經有一個答案了吧 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 好 對我們上個禮拜 怪奇物與電視版的是有播到這個金星女 對有人說對了 因為金星女她就說這個 飛碟喔其實就是靠震動的方式 好 好我繼續來跟大家講喔 那其實你聽到這個布萊安的爆料 你可能會想說 啊這一個人講的啊 一個人說的算數嗎 我告訴大家 照片裡面這一位 我們稱她為斯巴達一 斯巴達一號 斯巴達一號 她回憶南極她也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而且呢南極是不是真的有我們一般人看不到 不可能讓我們知道的萬星基地 這個斯巴達一號她就有爆料的內容 她就說她當時是也是執行一個算很神秘的任務 他們呢當時是要把一個小隊 這個小隊是由科學家還有工程師組成的這個小隊 把他們送到一個神秘的地下基地去 這個地下基地就在南極 就在我們第一段故事的主角南極 那這個斯巴達一她就說 她當時跟這個科考隊隊員喔 進去這個很神秘的建築物的時候呢 這個建築物其實很特別 因為呢她感覺上就是跟那個冰雪啊好像很不搭 因為在整個冰山當中呢 你就只能看到一個小小的角 就是一個黑色的看起來很像岩石的這種質感的這個建築物 然後她的大門看起來這個是示意畫面喔 這是後來根據她們的那個說法 然後去找到去做出了這個示意畫面 那看起來這個大門是非常非常的堅固啊堅硬啊 可是呢她輕輕一推好像手指頭輕輕一推 竟然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更神秘的是進去之後 據說呢一進去之後 光是這個他們感覺到的溫度啊 室內跟室外的溫度就差很大 當時戶外南極 可能是大概零下40度左右 可是他們這個門有沒有 輕輕一推 欸這個很重的門輕輕一推 打開進去之後發現 這裡面的溫度大概是20度左右 那他們也找不到任何這種 好像有什麼溫度設定啊 或者是這種的來源完全沒有 只知道說一進到這個建築物呢 跟外面的零下40度是完全差很大的這個溫度 然後呢一進到這個建築物的內部 還看到了這種灰綠色的 然後就在整個旁邊的這個牆面上面 然後很溫暖很溫暖 然後這個斯巴達伊還說呢 他發現喔在這個牆面上 有刻了一些很特別的圖案 是很像是一些那種星系嗎 它是那種星圖的圖案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一些符號 這些圖案 所以當然他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這個建築物讓他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後來呢他也發現原來據說 在他們同行的一夥人當中 有一位很神秘的人 據說呢他是外星跟地球的混血人 可是當時在執行這個神秘任務的時候呢 是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的 那他是後來才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這個人其實看起來就跟一般人一樣 可是呢你只知道說他的心智方面 好像就是遠遠的超出人類 不過其他完全什麼外表上看起來 就是跟一般的人類一樣 那這邊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有一個斯巴達2 他就出來爆料了 他說呢這個斯巴達2呢 他是前美軍陸戰的隊員 他進到這個神秘基地更下方 他在這邊看到的東西 觀眾朋友聽仔細了 他看到了 據說有成千上萬個這種 外星跟人類的混血屍體 可能有外星的屍體 有人類的屍體 還有這種外星人類混血的屍體 就在這邊 所以呢他們統整了一下 感覺上呢就是在南極這個地下神秘的基地呢 在進行好像是什麼基因實驗 人體外星混血的基因實驗 所以嘛這麼神秘嘛 不能讓大家發現啊 聽到這邊 我自己有一點雞皮疙瘩了 有人說台灣玉山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外星基地 這個我也不曉得 我可以來網路上來查查看 查查看資料啦 搞不好也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別的題目 我看到這邊我真的有一點雞皮疙瘩 外星人就外星人 外星基地就外星基地 居然還有這種外星人類混血的這種種族 看到就覺得天啊 真的是毛骨悚然耶 所以當時他們看到這些東西 難怪嘛 所有人在南極工作的這一些 他們什麼看到多機密的事情 他們絕對絕對喔 都不能講出來的 所以他們才要特別化名要爆料 想跟大家分享這些事情 他們要特別化名才能夠爆料 那我剛剛講的是這個布萊恩他的爆料 還有斯巴達一斯巴達二這三個 美國前海軍還有一個是這個特種部隊嘛對不對 這一些成員他們出來爆料南極有外星基地 甚至還有人看到這個南極外星 南極的基地裡面有這種外星人的屍體啊 外星人類混血的屍體之外 再來 你說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有外星基地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到 在這個今年元旦的時候 據說還真的有外星人出沒 這個照片在哪裡 我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照片呢是在 美國的My Army 的一個購物中心的外面 我告訴大家 當天的狀況多緊急 當天喔 所有人在逛街逛一逛 突然 唉呦你發現怎麼隔壁的人 大家都在往外跑 唉呦這邊的人怎麼 大家也都在往外跑 大家看起來都一陣驚慌失措 因為呢 傳出在這邊 有外星人出沒 當時在購物中心 有人說看到了 很高很高 大概三米高的外星人 然後他們形容 這一些外星人 這個外星人 他的身體好像是半透明 有點半透明灰灰的 然後突然出現 唉呦突然不見 唉突然又穿梭在這邊 唉怎麼又突然不見了 然後呢他就盯著你看 看著你們人類到底在幹嘛 好盯著每一個人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大家嚇死了 哇塞這輩子沒有看過這種東西啊 沒有看過這種巨大生物啊 所以當時呢大家趕快往外跑 然後你看到這張照片是很多警車對不對 據說當天喔 所有的警車都來到這個地方 全市的警車有沒有上擺台 全部都來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有外星人出沒 這是有民眾他們從制高點拍下來的 來 你有看到我這邊 圈起來這邊嗎 很高 你去對比你就知道了 很高 然後就像那些目擊者他們講的一樣 灰色的 很高很高的 然後就這樣穿梭在人群裡面 來了很多警察 你看有多少警察 你看 這個制高點往下拍 哇塞真的是 好多警車通通都來到這邊 那看到這種這麼大的事情 當然 警方一定要給出一個交代嘛 到底那天在購物中心 是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這麼多的警力 這麼多的警察通通都來啦 因為已經有目擊者出來爆料啦 說他們看到了外星人啊 還有拍下畫面啊 網路上各種瘋傳 很多新聞標題 賣阿密外星人出沒 賣阿密購物中心外星人 等等的相關的這種字典 都會成為Google的熱搜 網路上的熱搜 警方怎麼講 我告訴你 警方的說法也很有趣 警方說呢 因為在這邊呢 發現了一些小朋友啊 大家可能俗稱啊 有很多人會講小屁孩啦 說有這種小朋友呢 他們在這邊鬧事啊 所以呢 所有的警察 才會出動來到這邊 我告訴你 當地民眾聽到這個說法 怎麼可能 你上百台的警車來這邊 只是因為這種小屁孩 這種小朋友鬧事 大家覺得不可能吧 照片都出來了 所以大家對於警方這種 給出這種 官方科學性的說法 沒有人相信的 還有一個賣阿密的民眾 他就自己打電話給他爸爸 他爸爸的警察 他打給他爸爸說 那天在購物中心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警察出動呢 齁 這個爸爸怎麼講咧 這個警察說 我不能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嗯 為什麼不能講 啊不是就 你們警方的說法 不就是說這個 有小朋友在鬧事 所以警方要去處理嗎 結果為什麼 突然又被下了封口令呢 大家就心裡又再打上了一個問號啊 因為出現了這樣的畫面 警方怎麼可能跟你說 有外星人出沒 真的不可能的嘛 那 還有一個目擊民眾 他的說法 我也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呢 他說 當天大家都看到這個 哇很高啊 三米高的外星人 出現在你面前 大家急著要跑 可是你逃跑的同時呢 警方把你攔下來 攔下來幹嘛 來來來 手機交出來 手機拿出來喔 警察要檢查喔 警察檢查 手機裡面什麼東西呢 警察檢查說 你有沒有拍下任何的照片 拍下任何的影片 還有你在社群上面 上傳的一些內容 我問 就是如果警方說 真的是小朋友鬧事 為什麼警察要檢查這些東西呢 對不對 但是沒有辦法 你在什麼封鎖消息 網路上還是出現了這樣的 這個照片嘛 還是出現了這樣的照片出來 好 那 當然這樣的照片出來 大家就想說 你看 事情都已經這樣了 所以其實當地的這個 可能 新聞媒體啦 網路上的 任何的這種社群啊 大家都在討論說 My Army是不是有 外星人出沒呢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大大的灰人嘛 對不對 很高很高 然後那種灰色 半灰色的這種透明 很像外星生物喔 有人說這其實就是大灰人 那大灰人出現在這個地球上 也不是第一次了 也不是什麼 什麼重磅 很大很新的消息 因為之前 也曾經發生過 是在拉斯維加斯 當天呢 是有民眾 甚至還有警方也有看到 有這種綠光啊 出現了一個綠光 然後呢 一次綠光掉下來之後 欸 當地民眾說 還感受到了一股很劇烈的能量波 哇 發生什麼事情啊 然後後來就有民眾呢 他就去家裡後院看 他說他看到了 外星人 他看他百分之一百 他百分之一百確定 他眼前他看到的 不是人類 他說他看到的 就是外星人 那趕快報警啊 誰看外星人啊 趕快 趕快報警啊 不知道怎麼辦 打電話報警 警方來了之後呢 好警方就大概問了一下 然後呢 就拿著手電筒 對不對 拿著手電筒 然後帶著這個民眾啊 說欸 你看到外星人 好好好 確實警方有看到這個綠光 然後呢 還有民眾說 有聽到這個 很巨大的奇怪的聲響 還有人呢 有感受到這個能量波 好 那警方也接到 民眾說看到外星人嘛 趕快啊 拿著手電筒去 民眾說是在家裡後院看到的喔 好 警方拿著手電筒 帶他去家後院找 沒有找到外星人啊 可是事情結束了嗎 還沒 因為呢 拍下了這一張照片 他們家的後院 他們竟然留下了這個 很大很大圓圓的痕跡 所以 當地人齁 他們自己 根據他們的感受啊 當地感受到了 什麼巨大的能量波嗎 然後一個 蹦 一個好像墜毀那種 重擊在地面的聲音 然後再加上 有民眾說看到外星人 還有 出現這個很大很大的痕跡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很有可能就是UFO呢 就是墜落在 拉斯維加斯這邊 墜毀在拉斯維加斯這邊 那 民眾不是要看到外星人嗎 可是警方後來 不是沒有找到嗎 可是回到民眾的說法 他又說 我百分之一百 看到出現在我眼前的 高高的 然後呢 這個眼睛很大 會發亮 這個百分之一百 不是人類 可是 你說沒圖沒真相嗎 隔沒有多久 有民眾就在網路上 發現了這個 這看起來就跟 剛剛那個民眾嘛 他形容的一樣啊 一個很高很大 然後灰灰的人 出現在家裡後院 那其實沒有辦法證實說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剛講到的 那個民眾 目擊百分之百 不是人類的那個 這是沒有辦法 完全畫上等號 完全關聯的 但是呢 根據這張照片出來 它其實是一段影片啊 然後就有人說 因為這個時間其實跟 剛剛那個民眾報案的時間 滿近的 大家總結總結 再總結 總結下來 覺得說 是不是其實外星人 真的有出沒到了 民眾家的後院呢 好 我們今天 兩大主題 跟大家分享到現在 有人說 外星人在自家出現 超幸運的 好 對 其實那民眾有說 他看到這個 生物的時候 他只能講他是生物嘛 因為我們就是 你知道 外星生物 他說看到這個 外星生物的時候呢 他也是超驚訝的 甚至還跟他對視耶 哇 這真的是 這輩子很難很難 會發生很難很難 會碰到的狀況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外星人的話題 南極 是不是常有外星基地呢 外星人 UFO 是不是真的去過 拉斯維加斯 還有出現在麥阿密的那個 那個照片裡面 我剛剛給你看的那個照片啊 是不是真的是外星人啊 哇 這個 照片都出來了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當然也請大家 我們要持續鎖定我們怪奇物語的直播喔 如果大家有想要 了解什麼樣不可思議的事情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雨昕 雨昕稍後都會一個一個來看大家的留言 那我們之後也會針對大家有興趣的主題 來做一些分享 好 今天我們直播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 下次見